继续我们来看ContinueU有第二个部分的内容翻译 还有文章讲解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同学写的 他说On the day在那一天 就是去玩的那一天 叫Last Sunday上星期天 My parents got up early 我双亲起床的很早 后面是表目的的片语to为了要怎样 to prepare things for it for it,it就讲旅游 prepare是准备 起床很早为了要准备东西 为了这个旅游准备东西 是prepare things for it 后面也是一个补充 前面的是不定词片语 是表目的的 准备东西 起床很早 就是为了要准备东西 然后什么东西包含什么 后面又是一个分词 片语做补充的 including a camera 包含一个camera 是照相机 摄影机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加强 因为其他你一定还有准备一些什么 好吃的食物啦等等 所以老师觉得这个地方呢 可以稍微做一点加强 多写一两样东西也不错 好 这边是including 包含什么东西 你可能会准备的是 好 前面已经写了 camera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一定会准备水果嘛 所以呢 许多的水果 那你就可以讲 各种水果 那就kinds of 或者是salt of 就是各种类的水果foods 还有什么东西 便当一定要有嘛 一定是准备的delicious 便当 我们这边啊 都讲说 这个launchbox 其实真正的 我们讲中餐的便当 应该是装在盒子里面的中餐 所以比较正确的讲的 应该是box box就是被装在盒子里面的 什么 中餐launch 好 等等等等 那就不用再讲了 我们可以用and so on 或者是and so forth 或者是etc 这个我们就不写了 好 到这边为止 including a camera kinds source of foods delicious busterlaunch and so on 或者是and so forth 那如果说你会准备很多的便当 那你这个就可以加 as uselaunches ok 好继续 到公园的途中 在什么的一个途中 英文叫做under way 如果是in the way in the way就是妨害人家的路了 好 you are in my way in the way 或者in my way 就先生你挡住我的路了 那在什么途中就是under way on the way 好 under way 来 我发现 路上有许多车子 都是往墾丁方向行走 好 现在我们把第二题的翻译给它写下来吧 第二题 一路上我们就直接就用under way 好 under way 那你如果要讲说去公园的途中 其实都不用写的 那如果你要写 那就under way to the park 这样也可以 其实不需要了 under way 就很清楚了 我发现 i found 记住过去是哦 但是这个地方不要用discovered 为什么你用discovered discovered一般我们都是指很努力的去研究 好认真的去搜寻去寻找 然后你发现到了什么 这个才是用discovered的 那你随便一看就发现什么情况 哇那这个时候用find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discovered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我们就不要握 我们就写这个i found 你发现什么东西 发现很多的车子 meaning course 往哪里前进 正在往墾丁的方向前进 就是going in the direction 以什么方向 往什么方向 英文是go in the direction of canteen 这样子就ok了 其实你要后面要写cantin national park也可以 你写cantin我们也知道 好继续 in the car在车子里面 we will listen to music 我们这是用过去进行式 我们正在听音乐 and the chair in happily 也很快乐的在聊天 这是两个同时进行 一面聊天 一面听音乐的意思 这样子 好这个是同时 两边都用进行式 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的 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 we will listen to music while 也可以用while 当什么时候 这个也是讲聊天 快乐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音乐 其实就是一面听音乐 一面快乐的闲聊在车上 好继续 终于进入公园了 好了到公园后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三句的翻译 这个到公园之后 我们坐在树下 这是做一个动作 拿出食物 拿出又是一个动作 开始吃了起来 开始吃了起来 又是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是连续三个动作 这是连续性的啊 坐下来 然后拿出食物 然后就开始吃了起来 所以连续动作 在英文的写作里面是用A B And C 用这个句型 好吧 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三个 进入公园 动作性的前后主词相同 最好的写作模式 就是用分词片语 分词片语 所以我们讲说 进入公园之后 好我们可以用 after 这个介细词留下 表示什么之后 这样很清楚 什么之前 也可以把介细词留下 before 留下 那后面加IM7 After entering Enter就是进入嘛 可是很多同学 想说 老师进入要有个into 要进入什么地方 那这个就不对了 为什么 Enter本身就是进入意思 就有into的意味了 你就不要再加into了 这个倒是我们很容易写错的地方 你不能用into可以 我们如果用into 我们可以用getting into 诶 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就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进入 他的两个写法 一个是entering 第二个写法就是getting into 好了 进入什么地方 进入这个公园 我们下面写公园吧 这个after entering 或者是after getting into the park 后面的动作出来了 我们 A B And C 我们做在哪里 一步一步的给它写出来吧 We set under under 再数一下 under a tree 当然这个数 如果是大数 我们就写 under a big tree 好 under a big tree 在一个一棵大树下 这是第一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take out 拿出什么东西 拿出我们的美味的食物 take out testing 你叫美味的food的食物 如果你要加强 也可以加强啊 这个是我爸爸妈妈 准备的是 这个妈妈准备的呢 嘿 那你可以后面 补充 prepared by my mom 这个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所以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名词的之后 名词的后面 任何名词的后面 你只要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你都可以 加上 额外的内容 做补充说明 所以这个食物是被准备 我们就用过去分词 prepared by my dear mom 这个你都可以加进去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 可写可不写 只是告诉你 名词后面 可以加片语 那这个动作是被动 所以我们用过去分词 食物 是被 由 谁准备的 prepared by my dear 我亲爱的母亲 所准备的 tasty food 美味的食物 那开始就 吃了起来 start 动作开始 我们用start and start start enjoy 吃了起来 我们就用enjoy 就好了 start enjoy dain 为什么用dain 因为这个食物很多 我们用了复数 所以后面用dain 来配合它 但名词用dain 如果你食物是用单数 我们就要用it 这个就是第二个动作 进入公元之后的那个活动 好 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到这边 好 咱们 做个动作 这样 做个动作 唐 枝